历代至下第六章 那时所罗门说 耶和华曾说他要住在幽暗之中 我已经为你建造了维俄的殿宇 做你永远居住的地方 然后王转过来 给以色列全体会众祝福 以色列全体会众都站着 所罗门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亲口对我的父亲大魏应许的 以亲手做成了 他说 自从我领我的子民从埃及地出来的那天 我没有在以色列众支派中 拣选一座城建造殿宇 使我的名留在那里 我也没有拣选一个人做领袖 统治我的子民 以色列 我却拣选了耶路撒冷 使我的名留在那里 也拣选了大魏 统治我的子民 以色列 我的父亲大魏 有心要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的名建造殿宇 耶和华却对我的父亲大魏说 你心想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你心意很好 不过 不是由你建造殿宇 而是你的儿子 你亲生的儿子 他必为我的名建殿 现在 耶和华实现了他的应许 我已经起来接续我的父亲大魏 坐上了以色列的王位 就像耶和华所说的 我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造了这殿 我也把约柜安放在殿里 约柜中有耶和华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所罗门在以色列全体会众面前 站在耶和华的祭坛前张开双手 原来所罗门坐了一座铜台 长两公尺两公寸 宽两公尺两公寸 高一公尺三公寸 安放在外院中 那时他站在铜台上 在以色列全体会众面前 屈膝下跪 向天张开双手 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天上地下 没有神可以和你相比的 你像那些一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 尝试守约诗词爱的 你对你的仆人 我父亲大魏所应许的 你都遵守了 你亲口应许 也亲手成全 就像今日一样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你应许你的仆人 我父亲大魏说 只要你的子孙 谨守他们的行为 遵守我的律法 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 你就不会断人 在我面前 坐上以色列的王位 现在 求你应验这话吧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现在求你实现 你向你的仆人 大魏应许的话吧 神真的要和人 住在地上吗 看啊 天和天上的天 也容不下你 何况我建造的这殿呢 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垂住 你仆人的祷告和祈求 聆听你仆人在你面前所发的呼喊和祷告 求你张开眼睛 昼夜看顾这点 就是看顾你所说要立你名的地方 求你垂听你仆人向着这地方所发的祷告 求你垂听你的仆人和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祈求 就是他们向着这地方所发的祷告 求你从天上 从你的居所垂听 垂听和赦免 人若是得罪了灵社 有人要他启示 他就来到这殿 在你的祭坛前启示 求你从天上垂听 施行你的作为 审判你的仆人 照着恶人所行的 报应在他头上 宣告一人无罪 照着他的义行赏赐他 如果你的子民以色列得罪了你 以致在仇敌面前被击败 后来回心转意 承认你的名 在这殿里向你祷告祈求 求你从天上垂听 赦免你子民以色列的罪 令他们归回你 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的土地 你的子民因得罪了你 你惩罚他们 是天闭塞不下雨 如果他们向着这地方祷告 承认你的名 离开他们的罪 求你在天上垂听 赦免你的仆人和你的子民 以色列的罪 把他们当行的正道 指教他们 降雨在你的地上 就是你赐给你的子民 做产业的地上 国中若是有饥荒 瘟疫 汉风 梅烂 蝗虫 马炸 或是有仇敌围困城镇 或是有什么灾祸 什么疾病 你的子民 以色列 无论是个别或是全体 自知自己的灾祸和痛苦 向着这殿张开双手 祷告或祈求 求你从天上 你的居所垂听 和赦免他们 你是知道人心的 你必照着个人所行的 报应个人 因为 只有你知道 是人的心 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 列祖的地上 一生一世敬畏你 遵行你的道路 至于在你的子民 以色列以外的外族人 他们为了你的大名 你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膀壁 从远方而来 他们来向着这殿 祷告的时候 求你从天上 从你的居所垂听他们 照着外族人 向你呼求的一切而行 使地上万民都认识你的名 敬畏你 像你的子民 以色列一样 又使他们知道 我建造的这殿 是奉为你名的所在 如果你的子民 在你派他们出去的路上 和仇敌作战 他们向着你拣选的这城 和向着我为你的名 建造的这殿 向你祷告 求你从天上 垂听他们的祷告 祈求 使他们得胜 如果你的子民得罪了你 因为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 你向他们发怒 把他们交在仇敌面前 以致仇敌 把他们掳到外地 或远或近 如果他们在贝鲁去的地方 回心转意 在贝鲁去的地方 祈求你说 我们犯了罪了 我们做了孽了 我们行了饿了 如果他们在贝鲁去的地方 一心一意归向你 又向着他们自己的地 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的地 和向着你拣选的这城 以及向着我为你的名 建造的这殿祷告 求你从天上 从你的居所垂听 他们的祷告祈求 为他们伸冤 赦免得罪了你的那些子民 我的神啊 现在求你张开眼睛 求你的耳朵垂听 在这地方献上的祷告 现在 耶和华神啊 求你起来 愿你和你的大能的约会 进入你安息的地方 耶和华神啊 愿你的祭司都批上救恩 愿你的圣民 在福乐中欢心 耶和华神啊 求你不要转脸 不顾你所告的人 愿你纪念 你向你仆人 大卫所施的慈爱 大卫所施的慈爱 对我来个人 请不要想